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不下 各位在这个世间活了这么多年了 一下房子 一下儿子 一下那个事情 所以特别是感情的问题 放不下 要去极乐世界 要把这个世界当作一场梦 所以各位最好每天晚上睡觉都观想 我死了 什么都没有了 眼睛闭起来要去极乐世界 每天要学放下 事实上越放下你越开智慧 越懂得拥有当下 懂得吗 因为知道我们会无偿 会死亡 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想要计较 都想要跟对方结好缘 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我们今天 把握每一个时间都一直做善事 都一直在修行 所以各位啊 没有必要上班就不要上班了 能够上两天就上两天 不要上五天 不要等个房子很贵的才卖不出去 买进来二十万 卖出去一百万 好高兴哦 赚八十万 然后呢 等你钱多以后 你就放不下 本来就一个人来 死的时候也要一个 对不对 这一天哦 视为清楚 所以为什么每一个回向都是同生极乐国 怨生西方净土中 我们要我们的祖先硬推硬推 要他去极乐世界 然后祖先说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哦还没有 还没有 儿子还没长大 还没离婚 还没结婚 什么问题都来了 哦还没有还没有 祖先说你不是要我去吗 我们一起去 去极乐世界就是人间的死亡 你说我不要 我不要 这叫什么 放不下 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放不下 想要抓住那个东西 但是各位 这个世间凡事存在的都是变化无常 这个世间凡事存在的都是假的 幻化的 就像你看电视 看镜子里面的东西都是假的 就像你做梦 请问梦中的东西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佛陀说虚幻的 但是你觉得真的 你想要把它维持好 维持好 过年了 我儿子怎么没回来吃饭了 晚上了 我老公怎么没回来陪我 那你这个就是一种执着 所以各位呢 世间是一个没办法的责任 随缘吧 今天晚上老公没回来 好啊 正好念佛 把地上经弄完 念完自己睡觉 你要开始学习这个 如果你不学习这个 哪一天千交代万交代 你都没办法面对无常 而且现在的人很容易就 得癌症 中风 都还来不及交代了 那时候你心里就很痛苦 痛苦以后放不下 然后就成为孤魂野鬼 一直在追求的那个东西 又拿不到 那就会很痛苦 所以佛陀 视线给我们看 生老病死苦 很痛苦 世间的王位 不管你做多大的爱情 无论如何 都是变化无常的 没有办法主宰的 都是假的 佛陀要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请问这个世间是快乐还痛苦 痛苦 请问这个身体是快乐还痛苦 痛苦 请问你的家庭会不会给你压力 会 有没有快乐 有一点 但是痛苦很大 你要去了解真相 释迦牟尼佛就是要我们看到真相 如果这个世间是快乐 就不用来拜神了 如果这个世间是快乐 就不需要念佛了 这个世间像个火灾的烧的地方 这个世间像关在地狱里面的痛苦一样 我们不过是苦中作乐 想办法 甚至干脆现在有的人搬到医院旁边 这样比较快 生病的时候 那这些你要去思维 所以死亡是必然的 什么时候死不知道 生什么病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意外也不知道 但是各位你要随时要放下 你要练习 当你现在很健康 很正常的时候 你就要练习好了 不然那一刻来了 像各位开车 谁可以保证 谁可以保证等一下你开车回去不会车祸 那你要想 车祸就会发生了 这个叫空性 这个是初离心 这是学佛的基本 初离心 不执着 那你能够了解生命的脆弱痛苦 那你才会对其他众生有悲心 他不知道 他每天在盖房子 他在谈恋爱 他在想尽办法 要把博士协位拿到 要把贷款还完 你会对他很同情 他不知道 无常已经来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有一天 他跑到一个有钱人家里 那个有钱人还在盖那个大牌房 佛陀说 因为佛陀有神通啊 知道过几天他就要死了 佛陀就去跟他说 哎呀老富翁啊 跟我出家吧 出家将来可以解脱 可以升天 可以往生净土 跟我出家吧 世间变化无常 老富翁说 佛陀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有看我正在盖啊 我盖好以后 我儿子要结婚 结婚以后啊 我还希望他生个儿子 我正在忙 佛陀也没办法 佛陀也不能跟他讲说 你等一下就要死了 跟我出家 佛陀不会这样讲的 佛陀只会跟他讲说 现在跟我出家 很好很好 啊 对不起对不起 佛陀你先回去吧 佛陀也叹气 回到金色以后 他盖着那个牌房 掉下来 也要死了 佛陀说 我已经跟他讲无常了 现在我们就超度他吧 这个就是真相 也就是说 很简单 当你听闻佛法的时候 这个就是佛陀来了 也告诉我们什么 念一下 无常来了 记住哦 当你听闻佛法的时候 就是要你面对 世间的真相 变化无常 生老病死 爱恨别离 有钱穷 所以刚刚我们战日法师 才给我看一个菩萨 我们以前看到他胖胖 胖胖 精神很好 才没见他三四个月而已 现在受疤苦 因为他得骨癌 痛苦 痛苦的不得了 你不要说 哎呦 好在不是我 你千万不要说 好在不是我 看到别人痛苦 要想那个就是我 怎么办 所以言罗王说 我天天写信给你 你没看到 这个世间发生了 这么多事情 都是佛菩萨创造因缘 在告诉我们 无常了 无常了 赶快放下 赶快放下 不要执着 不然 不但痛苦 还救不了自己 赶快累积功德 赶快修行 所以念一下 但念无常 圣物放逸 什么叫放逸 我去追求世间的财富 快乐 名望 地位 爱情 儿女 孙女 这个就是放逸 现在还好不是得癌症 只是脚痠而已 现在不过腰痠而已 现在不过胃痛而已 还不会死 还想要再追求 这就是轮回 所以念一下 有求必苦 所以各位 因为这个事件 你永远掌控不了它 所以我今天早上 去跟我们 生灾中学的高中生讲 因为他们现在年轻 想的是 我怎么样考上大学 我怎么样教女朋友 我能够更好的手机 我将来要出国 我将来要做医生 等等等等 怎么样让我更漂亮 怎么样让我更帅 当然我要配合他们 先讲这些 世间夜暴善恶的道理 要孝顺父母 要尊重师长 要相信因果 要多布施 只能跟他们说 这个啦 如果我到学校 跟他们讲说 现在念阿弥陀佛 准备死 校长就把你赶出去了 但是面对各位 那就不一样了 各位 有年纪啦 不要等到生病的时候 痛得要死 念不下佛啊 现在我们还可以听佛法 还可以走去烟共再走回来 还可以开车回去 那我们要把握当下 死亡是必然的 离开是必然的 在一起的必定分开 有生命的必定死亡 做高位的必定下台 健康的必定生病 所寄居的财产 必定带不走 这佛陀讲了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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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要等到 我80岁了才要来 所以现在年轻人 20岁 15岁 赶快修行吧 我觉得医保环境还不错 到处都是庙 赶快住在山洞里面 住在市面 不要回家啦 回家干嘛 我妈 叫你妈顺便来这边住啊 赶快来修行 这个就是大笑 大笑 过去的很多祖师大德 都是希望他母亲 住在他的疗坊 住在他的方丈 是带妈妈练佛 这是大笑嘛 你给他再多钱 当然是舒服一点 但是住在寺庙 就不用烦恼钱啦 不用烦恼子孙啦 就是修行 当然各位一定要有智慧去思维 生命真的那么快乐吗 我们现在所谓的快乐 到底最后都究竟吗 最后会永远快乐吗 请问这个世界 有没有永远的快乐 有没有 没有 你都知道了还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抓着不放呢 永远做董事长 让你开十个公司吗 让你的公司上市吗 你的儿子得了两个博士吗 你才甘愿死吗 那有时候你要去想 真的很现实的 这个世间真的很现实的 不要说儿子 不要说别人 自己哪一天马上就中风 马上就生病 一个车祸 那你要这个叫什么 来 无常想 不静想 所以各位要 修无常想 这是学佛的基本 佛教 异于其他宗教 释迦牟尼佛 视线给我们看了 他这么庄严 29岁 生命这么青春 要做未来的转轮圣王 太太这么漂亮 爸爸妈妈对他这么好 生穿的儿子这么庄严 他为什么要去修苦行 这么痛苦 日食一麻一脉 吃到皮包骨这样 可都快死了 害得天上的妈妈 都要来看他 摩耶夫人 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世间的皇帝 世间的美娇娘 世间的一切 都会坏的 所以希达多太子 还没有出家 问他的爸爸 爸爸 静方王 你能够把我生下来 你能够不要让我老 不要病 不要死 没有爱别的苦吗 他爸爸说 不要讲这个 每个人都要的 这是正常的道理 那我干嘛这么努力呢 你及时行乐嘛 我对你这么好 你准备做国王吧 但是各位 有智慧的人想得更远 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 没智慧的人 想了只有十年 二十年 我现在快乐就好了 那跟我们吸毒一样 我们吸毒现在也很快乐 马上给你鸦片 给你 你马上很快乐 但是 这个快乐最后变成什么 所以各位 爱情是不是在吸毒 是不是 大声一点 爱情是不是在吸毒 还讲事 人家说我搞不清楚 因为爱情就是一种欲望 一种贪心 一种求 依赖 做主席 做董事长 做有钱人 这些都是一种世间的名而已 对解脱有帮助吗 对众生有帮助吗 没有 所以这个都叫无名 不了解 所以各位要畏惧死亡 生死 很痛苦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超度 因为他们死了 我们很怕他痛苦 因为生命有轮回 不是你爸爸做董事长死了 就可以升天 钱越多 地位越高 越容易下地狱 为了要维持他的钱跟地位 他不得不去造业 他不得不 所以他越容易轮回 长得越帅 越美丽 越容易下地狱 因为他必须要乱交男朋友 女朋友 邪淫堕胎 如果他丑八怪 这辈子都不用堕胎 没有人要跟他堕胎 所以世间法来看 你会觉得漂亮是好 站在佛教 最好长了丑八怪 嫁不出去 终于没办法跑来出家 为什么他这样就 就不会去爱 也不会去造业 他就有出家的机会 世间人认为他是苦 所以佛陀说 以苦为师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去想 世间的快乐 你越想世间的快乐 你越执着越放不下 你要想这个世间痛苦 世间所有的快乐 都是暂时的 这个快乐的背后 都是痛苦 所有世间 你认为的快乐 都是痛苦的开始 也痛苦的结尾 那佛陀要我们去思维 这个道理 当然了 年纪越大 越容易修行 为什么 太苦了 感情上也苦 肉体上也苦 如果子女又没钱 又不孝顺 那更苦 所以 那我们要趁着 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痛苦 因为佛陀说 忠道 太痛苦 也没办法修行 有一点点苦 好像有一点乐 可以暂时覆盖一下苦 那在苦乐里面 你会去思维 那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痛苦的原因不是神 不是佛给我们 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业 那为什么会造业 因为我们有烦恼 有内心里面有这个欲望 贪嗔痴 那为什么会有贪嗔痴 因为我没有空性 我认为有一个 我的这个观念存在 所以我要 我不要 我不要我儿子 我先生 我太太 我房子 所以各位一定要开始念识 你儿子问你说 房子要不要卖 随缘 他说 卖20万 随缘 15也可以 赶快卖掉 不能钱用不到 不行 20万不能卖 要25 要等再等 再等 贪啊 连老的都还要贪啊 所以各位想清楚 15万 20万 5万 都一样 100万 一样 该你的跑不掉 不该你的用不到 这个夜报100%的 你多赚人家10块 刚好那10块拿去买药 这样可以 这是百分之百的 跑不掉了 你要相信英国 你能够得到那个福报 是你重福报来的 所以你有那个福报 就享受那个福听 没有的 你不要想了 这个也不是消极 那就尽力 随缘就好 不要贪 你不要用很多脑筋 中国人太聪明了 用很多脑筋 一间房子 两间房子 三间房子 以后你就死不掉 因为你还在守 那三间房子 叫大被公 还不错了 还大被公 因为我忙一辈子 所以我想 我们希望他们脱离轮回 那我们自己 要不要脱离轮回 我们希望他们去 极乐世界 我们自己 要不要去极乐世界呢 就是因为要去极乐世界 现在就要练习放下 你等癌症再来放下 放不下了 你每天睡觉都要练习放下 你每天上车就准备 啊 再见了 遗暑放口袋吧 这个车不知道把我载到哪里去了 就像那个小女生被男生载了某种 我说你遗暑要带好 开那么快 这个时间 就算你坐在公车 大巴士 开得慢慢 也会发生事情 因为夜暴来啊 你在哪里 佛陀说 有夜暴来 你躲在天上 躲在虚空 躲在山洞 一样要死的 这一点我们要了解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过去是造了什么业 所以我们一方面努力忏悔 各位一定要每天都要拜佛忏悔 努力忏悔 如果你懂的字 拜地藏经 拜三昧水灿 如果你懂的字 请一步 两环保灿 自己在家里拜 都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业障 很可怕 不但自己拜 替别人拜 替众生拜 那个功德更大 希望大家少病少苦 因为你在拜佛忏悔 他十分痛变八分 慢慢的可以减低这个世界的业障 现在有一位菩萨 拜得很要命 叫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只要看到世间有人在吃肉 有动物被杀 有人在生病 他就要负责忏悔 忏悔到这个世间业障都 没有了他再来投胎 他要忏悔多久知道吗 念一下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终于这个世间改变了 那个时候人活到八万岁 没人生病了 没人吃肉了 没有动物被杀了 没有人 这个世间没有医院 不需要有医院了 他要努力一直这样做 他希望有缘人 那个时候再去他那边 叫什么 来龙华三会 有两百多亿人有缘 两百多亿 希望你也是这两百多亿里面的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佛菩萨告诉我们的 所以听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对年轻人都在学佛 心里也想出家 后来两个就一起去拜五台山 各位男生女生不要走太近了 一起去拜五台山 听得很好听 结果就谈恋爱了 这样 本来都要出家的 好了 谈恋爱 结婚 生了一个小孩子很漂亮 男生 到了两岁的时候 突然死掉 两个哭得死去活来 把那个尸体又不忍心埋掉 哭得死去活来 轮流抱的时候 突然 这个小孩子不见了 飞到空中 变成文殊菩萨 坐在尸子上 不要贪享人伦之乐 你们不是要出家吗 文殊菩萨故意来投胎他的肚子里面 让他体悟到这个道理 两个一哭 惭愧 两个都出家了 他们现在还留东西在那边 留什么 他们肚子的皮 那个妈妈肚子的皮 留在那边做骨 告诉后面的人 这个叫人皮骨 我当初发愿要出家了 为了爱情而生小孩 所以出家不能同一个寺廟 两个要看不见了才行 两个在那边修苦行 忏悔 发愿留下人皮骨 给后代的人去知道这个事情 世间的快乐 是假的 哭的 文殊菩萨太慈悲了 所以菩萨可以世间两岁就死 十岁就死 这个叫菩萨 菩萨太慈悲了 这样可以去度众生 所以我想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当然我不是说各位你回去马上办离婚 不是那个意思 意思是说要学习放下 爱对方可以 但是不执着的爱 不执着 你要一直告诉自己 不能执着 一执着你也苦 对方也苦 要有智慧的爱 希望对方学佛 大家一起修行 扫育之主 扫育之主 房子租了就好 这边很便宜 干嘛买 买可以给我儿子啊 你会害他的 他有了房子 有了车子 他就不修行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要修行 所以我想各位呢 每一个佛都视线在树下 成佛 为什么 没有房子 没有车子 没有钱 就是一棵树 挡挡太阳 这样可以成佛的 如果你拥有 拥有反而不能成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可以在皇宫里面修行 不是更快乐吗 那就没办法成佛了 因为你不能了解 众生苦 你执着 有了自私就没有悲心 这个是没办法的 就像我要出家 我的家人 我的太太就会讲 那你都不用上班 这个房子就给你住 就是你的金色 然后我就煮饭给你吃 我说我才不要吃你煮的饭 因为你还是一种爱情 你来放给我吃 那个有大家尺的 我怎么吃得下 因为没办法 如果是这样佛陀也就不用事先出家了 在家里 除非你已经所谓正空性了 不退转了 没有欲望了 那你在家出家对你的无所谓了 所以各位还是要先关心自己 我还没有断欲望 我还要轮回呢 太恐怖了 就像今天晚上睡觉 拿一只眼镜毒蛇放你旁边 那不行的 那不能睡的 一定要把眼镜蛇赶走我才睡得着 同样的 当你内心里面 还有轮回的基因 贪嗔痴的烦恼 你要觉得我睡不着 因为生命对我太痛苦了 这个才是我要努力的 但是我们往往管他贪嗔痴 有钱赚就好 你看我脾气那么不好 我做董事长呢 不然你要怎么样 我脾气那么不好 我欲望那么强 我房子三间呢 人就是会这样 当他有一点世间的成就的时候 哎呀 他这个烦恼他不怕 甚至有些人已经不怕因果了 不怕了 反正你看我 我这样我可以赚大钱了 那你不行 我来卖卖 卖什么动物的肉 各位 刚才燕子飞过去 请问能不能卖燕窝 不行 燕子他不属于我们骗的 我们最近认识一个居士 本来修行得很好 钱蛮多的 别人来叫他投资 呦 他起了贪心 结果呢 亏了好几百万 他太太哭 亏了好几百万 现在师父怎么办 我说他卖什么 他卖鱼粉 他说那个好赚 把鱼弄成粉 然后 这个就是杀业 他说我又不是我杀的 但是鱼是人家替你抓来的 那亏完了 所以各位 修行 一点 饭戒都不行 你拥有一千万马币 你一饭戒 马上让你倒贴一千万 然后你就完蛋了 翻不了身了 修行的基本是什么 还没有得到空性出离心 等一下 持戒为根本 一定要 一定要守戒律 千万不要为了钱 为了短暂的利益 去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去做不正确的行业 持戒为根本 不能骗人 这是生命最大的保障 虽然持戒不代表解脱 但是持戒是解脱的住院 你守戒律的 孝顺父母就是戒律 不要伤害任何生命 所以做男人 绝对不能去伤害太太 做生意 不要去伤害客户 这是一个骑马的矫点 没钱没关系 但是不要为了 为了那个假的东西 短暂的利益 去破坏自己 长期的快乐 所以你守戒了 那你心才能够 调伏得很好 叫禅定 有了禅定 那你就会开智 会断烦恼 解脱生死 要戒定慧 那佛教讲来讲去 就不离开戒定慧 你要成佛 也不能够离开戒定慧 成佛的戒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放生 焉供 这个就是我们的戒 你要帮助众生 要布施 布施是戒 持戒是戒 忍辱是戒 因为你不能伤害众生 也不能生气 精进是戒律 你不能懒惰 所以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是菩萨的戒律 本来就要做的 不能贪心 不能伤害众生 不能生气 不能懈怠 因为众生好苦 你在那边懈怠 纳凉 吹冷气 快乐 你把众生 就像妈妈在外面被火烧 等一下 我冷气还没吹完 我饭还没吃饱 等我吃饱了 再出去救他 他已经烧死了 众生在火宅里面 随时在痛苦 所以菩萨要精进 那为了要帮助众生 要禅定 你心要控制得很好 你不能起贪嗔痴 而且究竟要帮助众生 你要没有我职 如果你还有自私我 你就没有智慧 你怎么帮助众生 所以佛陀给我们讲 那你要行六度波罗蜜 不但可以断除自己的烦恼 轮回 出离心 还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来背一下 以布施消除千贪 每次我都要背 布施可以帮助众生 可以累积功德 可以解决对方的 暂时的痛苦 而且可以把你这个 我的自私的财产的 包括佛陀的布施 不是光钱 生命也不是我的 你不能有个生命是我的 所以要财师 法师 无畏师 大家都会背 除了钱 你还能够布施眼睛 布施生命 做过国王 为一个乞丐 布施生命 各位听故事 佛陀布施多少次了 为一个乞丐 他都可以布施国王的生命 所以布施才可以消除 我的观念 我的身体 我的钱 所以各位 你做生意 你申请一个东西 专利 你可以赚很多钱 这是不道德的 如果这个东西 对很多人有利益 你不能申请专利 你要跟你儿子说 他研究 特别是医疗 医学 医学这种东西 我设计出来了 我研究老半天 哇 我可以赚大钱了 因为我申请专利 别人不能用我的东西 就你在赚钱 就像现在的iPhone手机 iPhone设计出来了 贾博师却走了 对世间有帮助的东西 你不能申请专利 但是站在世间法 这是对的 但是站在佛法 这是错的 所以我想各位在 佛法你要有智慧 你要去思维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该抓住 什么要放下 最重要的是什么 次要的是什么 不必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你想要 现代人是欲望 我想要就对 我不想要才不要 那我们是应该才做 不应该不做 那你要学习控制自己 所以在杯子 来 世间无常 身体是苦 这一点要记住 世间一切你都控制不了 这个身体是最苦的 那你要放下对身体的执着 所以所有的痛苦 就是因为有个我 所以要为会事 也你要去思维 智慧 智慧 所以有了智慧 你就不会执着 不然呢 癌症来了 感情变化了 痛苦的钥匙 儿子不听话了 痛苦的钥匙 因为这个是我管的 这个叫我所 这个叫有我 就是说 儿子是我的 爱情是我的 身体是我的 现在他不接受你控制了 你就很痛苦 因为你有一个主宰的 掌控的观念 不能接受扁话 所以这个世间 万法都是虚幻的 无自信的 包括你这个我 包括你的心态 都是没有的 叫空 所以各位要有 这个空的智慧 去看一切 故空中无言而彼此的生意 你要一天天到晚分析 故空中无色身相畏触法 故空中无受受想行事 你都要去分析 这个心经太好了 一天看不懂没关系 十年也要看懂 思维 听解释 再思维 你不能说 这个心经我会了 我就跳过来 我跳到第二步 跳到第三步 你会了才去跳 但是就算你跳 那你每天心经 两百六十个字 那你要每天思维 由心经变金刚经 你要去思维 由金刚经变华颜经 那不但要有空性 还要怎么帮助众生 学地藏菩萨 地藏本愿经 都可以 所以我想 超度众生 包括放生 这个是轻而易举 就可以做的功德 有钱 有钱真好 所以各位在仪宝 今天仪宝买了各类的小鱼 这么多 这么便宜 各位多买一点 好不好 多救一点 这个力量太大了 莲花生大师说 劝人戒杀 劝人放生 比这个功德还大了 他没见过 这马上有用 所以放生很容易 焉供 超度无量 无边众生 这很容易 最难的是自己 改变自己 佛陀的重点 来 自尽其意 各位你要净化 你的贪嗔痴 净化掉 没有了贪嗔痴 空性 只有悲心 只有菩提心 是诸佛教 在行为上 诸恶莫作 免得受苦 对众生 众善奉行 要结善于 然后呢 进一步你要懂得 净化自己 不要让自己 内心里面有所执着 所以空性也叫 清净心 什么叫清净心 红色的黄色的石头花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色不亦空 所以他们本体上都一样 只是说我怎么用它 但是它不会执着 没有分别 现在灯亮了 灯暗了 随缘吧 有生命没生命 健康痛苦 随缘吧 因为不影响我的空性 所以那你要不断的去思维 那这样你就不会起心动 没有起心力 动念就没有担心 所以念一下 不要担心 只有悲心 起心动念就是悲心 因无所住 就是不执着 没有担心 而生其心 就是我要帮助众生 我要不离开菩提心 去关心众生 那你就会快乐 不然的话 那你就会有压力 好 我们也把共生的功德 来回向 增加今天法会的圆满 联加 那么 沙多南 沙妙山普陀 居之南 大志塔 欧 这地主理 孙提萨伯和 所谓布施者 必获其利益 若为乐故事 后辟得安乐 共生以弃 当愿众生 所作接伴 具足佛法 献事者 消灾牌位 消灾免难 富贵自在 同臣佛道 回向往生者 所有往生牌位 罪障消除 永离山途 同身净土 共生功德 苏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不愿成立诸众生 树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咪 好 我们等一下回向完 有三本书 包括现在各位手上 拿了一本 都可以带回家 这个寇顺本 要带回家 做阉供 好不好 然后还有一片 影片 刚翻成中文的 泰国最出名的 阿赞多尊者的 影片 翻中文 还有 为什么要点灯 太重要了 大家都喜欢点灯 点灯的功德 按照经典 点灯手册 还有 为什么要做阉供 乃至诗诗 你把它看一遍 你更有信心 就算你都不会念 很简单 翁啊 翁啊 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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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了 翁啊 翁就是 食物清净 无量转化 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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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脱离六道尊 会往生净土 就算你不会念 但是你如果能够念圆满 当然功德越大 那还有一本是 阿底侠尊者 以及他的弟子 家言录 那这些呢 还有包括法会读诵本 都希望各位带回家 还有跟昨天一样 一包 甘露丝丝香 一包饲料 鱼饲料 当然这只是 引导各位做 以后各位自己可以做 更多的鱼饲料 或是面包 因为这边的河流很多 鸟很多 都可以跟他们结缘 而且你撒下去也观想 无形的众生也吃得到 翁啊哄 翁啊哄 那我想我们每天都这样 羞耻悲心 累积福报 广结善缘 让我们的心 越来越强烈 那世间的问题 就来越来越淡化 就像光明越亮 黑暗就不见了 慢慢就不见了 所以如何实时保持那种 光明的状态 就是慈悲的状态 慈悲波罗蜜 包含所有波罗蜜 所以特别佛陀说 不失食物又不会杀生 这是基本的 生生事是长寿健康 哇这个是大家求了 不杀生兼不失食物 而且我们不失 不失食物太容易做 但是不是光人 佛教讲平等的 对六道众生 我们都要布施 对三宝要布施 要供养 然后呢 拜神啊 护法神啊 布施人啊 阿修罗道啊 给鬼道啊 地狱道啊 可以观想 出生道啊 那我想 都要累积功德 资粮福报 福报越大 业障就 越容易消 业障消得快 智慧就容易开 那福报功德圆满了 那我们还可以 真正的福慧圆满 就可以成佛了 好 我们现在要翻到 176页 我们要念消灾啊 有些菩萨要供养我 太好了 把这个钱拿去买食物 替我布施啊 买几只小鱼 替我布施 好不好啊 拜托你啊 因为我来医保 就是交代他们 一定要买很多小鱼 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 下一站 我明天去新加坡了 没得放小鱼了 没有得放了 我们医保马来西亚 太方便了 这么多小鱼 河流这么干净 然后呢 布施食物 面包 他们都愿意吃 太好了 所以 还有种鱼叫巴丁鱼 哇 也非常好 只是你放的时候 放小尾也好 小尾人家不会抓 对不对 价钱又便宜 当然放大尾也很好 如果知道 他要被杀 但是无论如何 麻烦各位 多做焉供 多放生 多布施米 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却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是最重要的 来 把今天功德 复习一次 然后我们 等一下做排位回向 愿意此功德 六灾日 十灾日 一亿倍 佛陀加持 大众发心 慈悲大放生 甘露失时 慈悲焉供 慈悲药供 替身多玛 供养生宋 消灾拔肚 听闻佛法 念诵法语 各项功德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父母主仙恩 各位每天做功德 每次做功德 一定要记得回向 你一次 历代祖先 往生父母 妻子父母 冤亲在主 这一定要回向 因为如果你父母 祖先冤亲在主 没有超度 那你就会有很多障碍 身体的 心情的 智慧的 事业的 这是起码要做的 先帮助自己 进一步可以帮助众生 但是你要回向 给父母主仙 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就是以慈悲心 为众生做 回向众生 再回向回来 这样力量最大了 所以再来 上报所有众生恩 因为所有众生 都做过我们的父母 你既然会孝顺 你现世有缘的父母 更要孝顺 所有众生父母 再来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 都在各国家领导的 管理之下 爱护之下 就像你的妈妈 待在那个老人院 你要经常给老人院院长 送送礼 希望好好对待我妈妈 所以所有的人类 都有领导 每个国家 所以我们希望 各级领导 不分国家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都有福报 那如果这些领导 有福报 有智慧啊 那我们这些众生妈妈们 众生父亲就比较好过一点 所以要每天回向各级国家 社会领导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祭地狱苦 下祭恶鬼苦 下祭畜生苦 回向所有死亡儿童 堕胎胎儿 回向所有癌症病患者 所以每天你听到这里 你可以观想很多个 你想得到的 国家社会 个人 各种痛苦 都要回向 来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师智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那我要更要感谢我们 此寺庙的道长 以及各委员工作人员 跟大家要感谢我们 蔡居士这次的安排 他是金龙假期 是吧 因为早上安排我们去 深栽中学 非常好 下午安排到这边 所以每次我来 他们都安排很多 让我们修福报的机会 这次比较可惜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赶回基隆坡 不然我们还真想 赶快跑去浑木 多几个浑木 去乃至屠宰场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认识学校 浑木屠宰场 我们下回来多住几天 这些都是爸爸妈妈 为什么也是我们修慈悲心 最好的助援 所以我们用尽各种方法 来让自己不退慈悲心 也让所有众生 渐渐的离苦 所以也谢谢各位的参加 不过希望各位 就像今天一样 永远念下 上供三宝 下师有情 回向众生 每天你在家里都要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 上神 家里的大八宫都要供养 六道众生 你都要关怀 你阿弥陀佛不是要念给自己 念一千生给地狱道 念一千生给恶鬼道 念一千生给畜生道 但也不要光念佛不做事 要放生才能够跟动物结缘 要布施食物 特别做烟共 可以恶鬼道结缘 要念咒语 才可以跟地狱道结缘 要这样 然后呢 再为他们念佛 特别所有人类 你都看到了 我们也做人 人有各种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所有人类 以及人类往生者 天道阿修罗道 让天道阿修罗道 都发起菩提心 拥护三宝 拥护佛弟子 所以每天都这样 上供下师 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家中的老人小孩 回向历代祖先 妻子父母 你生病 包括家里人生病的 冤亲在主 都回向给他 那你会回向不完 但是你会觉得很慈悲 那每天就是这样 生活上 少欲之主 所以念一下 少欲第一父 健康第一贵 善有第一亲 涅槃第一乐 不要再忙了赚钱了 少欲第一父 这是最有钱的 健康第一贵 能够有这个身体 能够来拜佛 那太好了 来修行太好了 这是最富贵的 善有第一亲 那各位要去接近 正知正见的修行人 不分在家出家 正知正见 有悲心的 他才能够告诉我们 更多离苦得乐的方法 也告诉我们的缺点 什么是最快乐 再背一次 涅槃第一乐 涅槃就是正空性了 不再起贪嗔痴了 停止轮回了 这才是究竟的快乐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所有众生 都正的脱离轮回 都进入涅槃 就像爸爸妈妈 不要再来投胎轮回了 太痛苦了 除非他是要来做菩萨的 可以 他已经正的空性了 他来做菩萨是来问成佛 他没有痛苦 做个菩萨 怎么死他都心甘情练 因为他了解生命的道理 他是凡夫涅槃第一的 不再起心动念了 所以男人不要再好色了 好不好 女人不要再爱漂亮了 好不好 不要再发表 你要修行要进步 涅槃就是你 你内心平静了才有快乐 不要骂人 在家里做老人做爸爸 不要骂小的 不要耍脸色 因为要让小孩子好过一点 做模范给他看 每天笑笑的 拜佛插桌子 每天笑笑 你女儿说 我妈妈快乐 你修的功德都回现给她 你不用烦恼她 她就会发财 她就会健康 因为我们修福报给她 你给她念念念念念念 念几十年也不好 有用再讲 没有不要念 因为我们要改变 要改变 生命一定要改变 只是年纪大 不容易改变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增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道 佛道就是精力善用 自他共融 将力量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 就跟防疫一样 出门戴口罩 口罩要戴牢 公共场所 落实防疫规范 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注重个人卫生 勤洗双手 这是我的防疫九宫格 你的呢 台湾人阿里 我们华人很喜欢说 在各种经典都有提到 甚至你往生的时候 这个巨生神 然后就按照你的善恶业 做整理去报告一样 就有一点像 人间的人犯罪 那你有这个罪业 法官按照你的罪业 给你判定 所以 佛一跟我们讲这个 就告诉我们 日常生活都要注意 你二十四小时 你在做什么 那这两个神 随时在你旁边登记的 所以 第一 来 翻到了吗 来 《华言经》里面说 来 念一下 来 《华言经》 如人生语 则有二天 横乡随足 一约同生 二约同明 天常见人 人不见天 他说人一出生的时候 就有两个天神 两个神明 永远跟着你 一个叫同生神 一个叫同明神 那这两个神呢 永远知道看得见你在做什么 但是我们人看不到他 那是各位一定要相信 乃至《无量寿经》一书 法障大师也特别写到 念下来 一切众生皆有二神 一名同生 二名同明 同生女 在右肩上 书其作恶 同明男 在左肩上 书其作善 四天 善神 一月六反 入其名吉 奏上大王 地狱亦然 一月六斋 一岁三父 一载八叫 死不差错 故有犯者 不涉也 所以 法障大师 按照经典 一样跟我们说 一切众生生 生下来就有两个 同生神 同明神 所以同生女神 就在你的右肩 你做坏事 他比电脑还厉害 永远记下来 同明男神 在左肩 你做好事 他永远把你记下来 一个月六天 很重要 六灾日很重要 一个月六天 四大天王 来到人间 然后呢 他负责 同明神 就把你所做的善事 报告 给四大天王 当然二世也告诉他 但是呢 四大天王大部分是祭善的 然后地狱的 一样 这个六灾日 地狱也会派 这些鬼神差 到人间来 一个月 六宅 派过来 一岁三腹 然后一年之内 再报到地狱里面 再报三次 做整理 一载八叫 而且一年之内 还叫对八次 这个善根二血的对还错 死不差错 所以 将来往生以后 有犯恶业的人 那就跑不掉 云罗王一定有证据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 各位了解如此呢 时时刻刻要记得 做坏事我们忏悔 但是一个月这六天 绝对不敢去做坏事 因为这六天啊 更在记载的很厉害 四大天王 元老王 都会派人来调查善恶 请进佛法通斩发系 生命殿命时 与您一同开穿光明自在的人生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发育 人类啊 毁灭 还不说战争 就是这个大自然的变化 先要我们认识它 要理解它 你发心念经回向 回向什么呢 就回向这些警戒项 业是制造的 大了 大了说整个地球上的人 互相残杀 互相害 现在不是经常打官司 闹化学武器啊 现在我们跟日本打官司 现在在黑龙江挖出了层的毒气弹 没发射的 怎么让它赔 能民挖出来 好多能民 都要毒气弹上中毒啊 人的生命 非常的微脆 为什么 国度微脆 生命微脆 这就叫末法 末法是什么现象 一报 是这个现象 一报这个现象怎么来的呀 是正报造成的呀 是人为的呀 这不都是人为的吗 转变人的心 转变人的心 对 我说说法 说什么法 就是告诉你方法 转变心的方法 让人家别做坏事 这都很难得讲 我开工厂做坏事吗 我开个化学工厂 你吃的一样 现在好多食物 就有化学成分 都是化学成分的 先准备了人的心 人的心 一些物质 是因为你心的主导变化的 嗯